那么今天报天下呢 我们想从和大学有关的一个事来说起 先来看一下阳城晚报啊 今天呢登出的一篇文章 题目叫一所大学竟四百处作 不当官惭愧了 怎么回事呢 文章说了 昨天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 原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呢 在自己的微博里面说了这么一个事 他说他有一个在大学当老师的朋友啊 给他发了一个微博来说 给了一个请求 说现在啊 我想要当处长了 看看这个王旭明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他做一个帮忙 王旭明就说了啊 对不起 我帮不上这个忙 后来呢对方又回话说了 说其实啊 我也觉得很惭愧给你提出这样一个非分的要求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学校啊 这个处长太多了 光处长现在大概就有四百多个 老师都已经非常的边缘化了 混不下去了 很难再混了 所以呢 给你提了这么一个要求 现在办不到也就算了啊 非常的为难你了 那么说完了这个事啊 这个王旭明就想了说 哎 说现在的大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学校怎么会有四百个处级干部了呢 所以文章啊 对此也给出了一篇评论文章来分析这个里面我们所应该思考到的一些问题 现在一个大学处级干部的一篇评论文章来分析 如果再加上如果再加上像什么党团行政后勤实验室医院工兴副出版社副属中小学校企以及其他的中心一类的机构 这些正负值再加起来 那处级干部有个三四百四五百 其实就很正常了 有那么多的机构 有那么多的部门 有那么多的正负值 当然就会有那么多的处级干部 但是文章也说到了一点 现在我们必须要想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现在大学啊越来越大 机构越来越多 人员越来越多 管的事好像也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必定要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大家都把精力投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 我们还有多少精力 我们还有多少资源能够投到真正的教学上去呢 是不是也许就是现在因为岗位太多 当官的机会太多 所以很多教授也都不愿意去上课 而愿意去当个一光半职呢 所以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的大学还能够真正的给孩子灌输知识 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吗 所以这一点很让我们担心 如果大学不是一个教书的地方 而是一个培养官员的地方的话 那可能和大学的本意就背道而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